好,我們來講一下本 什麼是本 好,請注意看一下 我們拉到旁邊來到C的對不對 我們看ABCD 好,我看D D的話寫多一個本 多一個本的話會少幾個氫 本叫做C6H6 那你幫我看一下,如果今天碳6個的話 氫最多可以放幾個 氫最多的個數是不是寫成2N加2 這個叫做寶和,還記得嗎 所以如果你把這個6帶到分裡面去做計算 好不好 會算出多少數字 這個要換算數14 對不對 那你幫我看一下,本來寶和可以裝14個 可是本卻只有6個 所以多一個本少幾個氫 少8個氫 多一個本少8個氫 再來我們要學不飽和度的計算 我圈起來告訴我重點而已 不飽和度的計算 假設我今天有一個分子 叫做CAHBOCNDXE ABCDE都是個數 寫在右下角都是個數 寫在右下角都是個數 不是喔 所以我現在圈起來告訴你 這些人叫做個數 X叫做魯術啊 不是有講過了嗎 魯術 X叫做魯術 魯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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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飽和度它有一個 英文說寫叫做DBN 所以今天怎麼算DBN 怎麼算不飽和度 不飽和度很簡單 當你看到了A 碳的個數有A個 這個時候請你先做一個 所謂的2A加2 這是化學間最多可以這麼多根 對不對 你如果有一個碳的話 你是不是可以接2A加2個 化學間 這就是飽和嗎 可以接收嗎 到目前為止 可以 好,再來 那氫的部分 你有幾個氫 就要剪掉多少 所以看到B就把它剪掉 看到B就把它剪掉 看到B就把它剪掉 看到O 別理他 看到O不要理他 看到O假裝沒看得到 在算飽和度的時候 為什麼 你注意看喔 你加氧原子的時候 比如說這個叫做所謂的乙丸 C2H6是不是乙丸 昨天講的 你如果中間把這個氫拿到旁邊去 把氫拿到旁邊去 中間插一個氧原子 請問你 氧原子接兩根化學間之後 氧原子要接兩根化學間 接完兩根化學間之後 請問你氫的個數有多還是少嗎 就是沒有 所以看到O假裝沒看到 看到N咧 要加 看到N要加 為什麼 如果今天換成氮原子的話 今天如果換成氮原子 今天如果中間把它換成氮原子 你會發現 氮原子要接幾根化學間 三根 所以第三根出去是不是會多一個氫 有沒有看到 會多 所以看到氮原子要加 再來 魯素咧 看到魯素的時候幹嘛 魯素跟氫一樣 魯素跟氫一樣 看到就減 魯素跟氫一樣 看到就減 最後要除以二 因為化學間是在兩個原子之間形成 這個東西算出來叫做不飽和度 這個東西算出來叫做不飽和度 出一個題目給你 C4 H C4 H C4 H8 好 我想一下 好 C4 H8 H6 請問你 C4 H6可能會形成 什麼樣子的關冷機 C4H6可能會 C4H6可能會 含有 什麼關冷機 關冷機還沒有講 我重寫 C4H6 C4H6的結構可能為何 C4H6的結構可能為何 C4H7 你看到之後請你先注意一下 這個人是不飽和的 你用肉眼一判斷就知道這個人一定是不飽和 所以第一步你要把它的不飽和度算出來 它的不飽和度 你看到了氧 呃 抱歉 碳原子有四個 所以請你先做所謂的2N 加2 減掉氫原子的個數6 不飽和度算出來叫做4 抱歉 叫做2 不飽和度算出來叫做2 不飽和度的數字代表著π 不飽和度的數字代表著π 或者是環的個數 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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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飽和度的數字代表著π 或者是環的個數總和 你注意喔 我這邊寫的是or or 所以今天不飽和度算出來等於2的時候 它會有幾種可能性 它會有三種可能性 第一個叫做兩個π 可以嗎? 第二個叫做一個π 加一個環 第三個可能性叫做兩個環 所以你看這個個數的總和就是我現在寫的2 1加1也等於2 2 那這邊要考的是什麼? 什麼叫兩個π 兩個π有可能形成哪一些物質 兩個π有可能形成缺類 還記得嗎? 一個sigma叫兩個π是缺類 還有什麼東西是兩個π 叫做2C類 缺類或者是2C類 都是含有兩個π的物質 一π加一環叫做 環C 環C類 兩個環叫做雙環類 所以這個結構畫出來可能會有1234 可能會有四種可能性 至少會有四種可能性 那我們在2-2的時候會告訴你 怎麼畫 我們這邊先不畫 我們只是告訴你怎麼樣子去做計算 這個是第幾? 1然後再來F 好了嗎? 鱸素 蛋原子 還有氫 這三個人 鱸蛋氫 他們三個人 鱸素 蛋原子 還有氫 鱸蛋氫 各素必為藕素 你鱸蛋氫這三顆 在有機化合物裡面 你的各素一定要是藕素 鱸 浮 浮 氫 各素必為藕素 為什麼? 你如果不是藕素的話 這個有機化合物就會崩潰 會因爲什麼理論的崩潰? 八瑜體 很好 為什麼? 因為鱸素幾顆加電子 七顆 蛋幾顆 五顆 氫幾顆 一顆 他們都是所謂的基素加電子 所以你們的各素 裝在有機化合物裡面 你們一定要是藕素 他們三個人 只要不是藕素 這個有機化合物就瞬間崩潰 聽懂我的意思嗎? 可以喔 鱸蛋氫 好 鱸蛋氫 胸原罩 講 很藕素 香釀 比如說 C CH3 CL 这个就OK吗 CH3 CL 他们的总和是不是 三颗加一颗 这样是不是就OK了 听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总和这样就OK 如果是加起来是基数的话 直接撇 直接撇掉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已经讲到第几大点了 大点 数字的大点 4对不对 我们要讲第五个 有计划合物的介绍 有计划合物的介绍 你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把题目勾一勾好了 三十二页立体一 讲义三十二页立体一 三十二页立体一请看 含碳能力哪一些是有计划合物 把A写出来 这题做过了吗 还没 青山甲 K-O-C-N B 钻石 C-O-C-O-C-O-O-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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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看讲解二 讲解二 他画完了这个东西叫做环物丸 他把结构式画完了 那请问你他属于 什么 环物丸 心我就不画了 A可不可以选 什么叫饱和听 把每一个人的判断方式写出来 饱和听怎么判断 饱和听叫做没有拍的人 都是饱和听 所以A可以选他没有拍 B选项不饱和听 就是有拍的人 B不能选C C听 C听你要看到这样探探间双剑 没有看到 猪 方箱听要看到乌龟 也没看到 最后一个 环听 环的 答案选A1 会不会太快 他还OK 没有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要来介绍碗类 第五大典言 开始抄 听的介绍 A 玩类 第一点通事 是CNH2N加2 这是所谓的电状 那环状的咧 CNH2N加2之后 有一个环 所以要减两个氢 减掉 这是环状 这是环状的 两个氢被减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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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这个是练状碗跟环状碗 好 好 所以这个是练状碗跟环状碗 第二点最小跟子 第二点最小跟子 昨天有讲同系物对不对 有喔 最小分子 变状的部分叫做CH4 环状的时候叫做C3H6 6 结构的方式 结构表示 3 结构的表示法 哇 这真的是 小悲剧 第一个最简单的结构是 就这样画 第二个 第二个是画这种 这是我们之前有教过 这根石心的叫做突出来 有没有 然后虚线的叫做在后面 那它是一个所谓的 正四面体 正四面体 这我们就不多说了 好吗 啊不会 再来 再来 还晚 C3 H6 有画就好 C3H6可以这样表示 也可以怎么画 告诉你喔 可以画成这样喔 登登登登 就这样 就这样 什么意思 每个顶点都是碳 有机化而物最简单的画法就是这样 顶点都是碳 然后清没有表示出来 清就不要画了 清在这边嘛 两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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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就不用画了 因为我们一定知道 没有画的就是清 这个绿色这个就是清 所以不用画了 不要理它 就把它擦了 那顶点也不用涂黑 无所谓 就画一个三角形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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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环冰碗 好 甚至我今天再补充一个 我再补充一个 比如说C3H8 就画这样就好了 C3H8 画这样就好了 怎么可以 可以啊 每一个顶点都是一个碳 一个 两个 三个 那清呢 清我也不用画嘛 因为我知道这边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就是八个清 所以你知道八个清 绝对是这样 那就标画了 约定俗成 好 那C4H10呢 C4H10 就这样 一二三四 C5H12 一二三四五 所以我随便考你一个 所以我随便考你一个 请问你 这个人是谁 瞬间看完 二四六八十十二 怎么看会快 教你哦 注意看哦 怎么教 怎么看会快 这样子 这样子 两颗 四颗 六颗 八颗 十颗 十颗 十二颗 所以我这个就叫做所谓的 C 十二 H多少 把它算到饱和 二十 怎么算 二人加二嘛 可以吗 所以两颗两颗算 二四六八十十二 就是要把它算完 听懂我意思吗 好 再来一题 再来一题 请写出分指示 写出分指示 第一题 第二题 第三题 第四题 第四题 第五题 第六题 第九题 第五题 第四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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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写出分指示 有 啊 刚刚 甲丸 化成一点哦 咦 这样甲丸 没有啦 最少從椅丸開始畫 畫一點我怎麼知道你點在哪裡 對不對 請畫出甲丸 然後就這樣隨便點一下 你畫在哪裡 老師我畫這裡啊 對不對 我0.32的筆 我不是0.38 我0.18的筆 對不對 我是點在這裡啊 沒有 通常沒有在畫甲丸 來來來分子師寫出來 好我來教你 我等下考你一題就好 我現在六個教你 然後教完我等下考一題就好 然後分子師怎麼看哦 注意看哦 先抓頂點的個數 1 2 3 4 5 這是5個頂點 好所以你會怎麼做 你會這樣子 C5 H 我會先把它做2n加2 我先把它算出它的最飽和 之後再慢慢看 聽懂我的意思嗎 我先算出最飽和是多少 12 但是今天這邊結構裡面有什麼 這邊裡面含一個環嘛 這個結構是不是含一個環 含一個環減多少 減兩個輕 所以最後它的整個分子是 就是所謂的C5 H10 這是第一題 藍色鞋 C5 H10 第二題 注意看哦 又來了 開始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其實你很快啦 這是六角形 你一看就知道了吧 對不對 六角形 好 六角形 一樣 我會先做什麼事 C6H2N加2 我會先把它算出飽和 叫做14 然後看一下這個裡面含什麼 含一環 又 又一拍對不對 那要減多少 減4 所以它的分子式就是所謂的C6H10 第三題 幾顆 老師教過了 怎麼算 是不是這樣子 2 4 然後來這邊 5 這邊來 6 聽懂我意思嗎 你不要一個一個算 你會點花掉哦 你會算得飛去哦 哦 所以你要學我的方式哦 好 六顆 哇 太棒了 這個直接寫就好了對不對 好 開心 因為都沒有不飽和度 沒有拍也沒有環嘛 所以不用減 直接寫 第四題 幾顆 2 4 6 是不是6顆 6顆 好 6顆 先把飽和度寫出來 C6 H14 飽和度 我不要再寫二人加 我直接寫了 會不會太快 不會哦 然後含什麼東西 含一拍 含一拍減多少 減2 好 所以這個叫做 C6H12 第五題 來第五題 幾顆 我用我的化學眼一看完 就知道是所謂的13顆 化學眼 化學眼啊 你們受傷的時候不是會有血輪眼嗎 你學完化學也要有化學眼啊對不對 來 注意看 六角形 再加六角形的時候加四顆 加五角形加三顆 接六角形等於多加四顆碳 所以我一看我就知道它碳有13顆 所以我一看我就知道它碳有13顆 我用眼睛一看我就知道它碳有13顆 然後先把它飽和度寫出來 28 含三個環 第五題 第五題 含三個環 減6 所以算出來 就是等於C13H22 來喔 我寫歸納給你喔 多一個三角環 寫歸納喔 加兩個碳 那因為碳是負數所以加S 多四角環 抱歉 多三角環是多一個碳 你注意看 我本來就是 所謂的乙溪變成環冰碗的時候 是不是多一個碳就會變成三角環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各位 可以喔 再一次喔 單一根是不是乙溪 抱歉 乙丸 兩個碳 兩個碳是不是 輕輕輕輕輕輕 對不對 你知道我在幹什麼喔 我現在不是在畫小雞喔 我不是在看小雞 這樣很甘心喔 不是喔 神妙 喔 對不對 我現在不是在畫小雞喔 我現在在幹嘛 小雞協力 畫個什麼什麼俊瑪圖好了 這是乙丸喔 多一個碳的時候 是不是變成三角環 那如果多兩個碳呢 多兩個碳變成什麼 是不是四角環 是不是四角環 本來是乙丸 乙丸是直線的 注意看 乙丸 多兩個碳 是不是四角環 那如果多三個碳呢 四角環就是多兩個碳 五角環就是多三個碳 六角環就多四個碳 and so on 可以嗎 你看喔 乙丸多三個碳 一 二 三 就變成什麼 正五邊形吧 對不對 乙丸多四個碳 乙丸 多一二三四 就變成什麼東西 就變成六角環 會不會太快 不會喔 所以我只要看到有環的 我就瞬間可以判算出我的個數 比如說這邊本來六個 多一個六角環加四 再多一個五角環加三 然後再看它的不飽和度把它減掉 就有分子四了 會不會太快 不會喔 再來 第六題幾顆 這邊已經六顆了 一二三四五六 再來呢 七八九 九顆 共九顆 先把不飽和度 或者先把最飽和寫出來 二十 然後這邊叫做 含一個本本 含一個本本 減幾顆星 幾個 八個 好 所以它的分子四就出來了 C9 H12 好簡單 這個送給你喔 幫你歸納出來的東西 明天就忙我 明天就忙我 那明天小考 明天要考試第一張拳 一二三四五六七 第七題給你算 一題一百分 好 有 畫得出來就做得出來 有計畫合物通常畫得出來就做得出來 做給你看喔 我大學都沒來唸書做不出來 我大學都沒來唸書做不出來 我叫我同學做做看好了 我叫我同學做做看好了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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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我考大學的時候就考這個啊 你考大學 我考大學的時候推真 推薦真士的時候 比試就考這個啊 請算出下面有幾根排鍵 跟幾根四一個碼鍵啊 有啊 當然有啊 我考大學 我考大學的時候就 我考推真真士 只有一題不會寫 那一題叫做布拉格 繞設 物理的 我不會 其他我全不會 我在考推真的時候 還沒 剛剛只是跟你臭屁一下 好 就這樣好了 沒有很難 好 好 大家你自己解好了 自己解 解不出來嗎 我自己不想算 喔 對啊 我不太想算 我只想整你 我不太想算 這應該合不出來 這個 這應該合不出來 因為太多 那個 立體障礙 好我來算算看好了 2 4 6 然後 這邊 7 8 9 我有點後悔 這邊加5個 14 這邊加6個 20 26 28 30 欸不對 我算錯了 這邊加4個 這邊加3個 欸剛剛算到多少了 2 4 6 11 12 34 20 24 27 27 然後 這邊是28 29 3 1 33 34 這邊再加2個 35 36 38 40 41 42 再加5個 47 48 49 欸真的是9欸 好 C49 剩下你自己算 然後 H 剩下就簡單啦 H這樣多少 100喔 哇 真的是太天才了 這樣出剛剛好 然後多一個什麼 函幾個拍啊 一個拍 兩個拍 三個拍 四個拍 五個拍 含五個拍 含五個拍 幾個環 五個拍幾個環 三個環還有兩支笨 含三個環 還含兩個笨 三個拍 這樣總共要減多少 這邊要減十 減六 減十六 減十六 小三小錢我算啊 一二三四 四個環 四個環 哦 比如這樣嗎 人有屍體嗎 有亂組嗎 這樣減多少 這樣減多少 三十四 好 所以答案很簡單的 叫做 C四十九 H六十六 好 C是四十九號 張泰山 H是六十六號 張建福 OK 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好 所以不符合法語體會簡單 哪裏有不符合法語體 哪裏 哪裏 兩個本為什麼不能結在一起 兩個本為什麼不能結在一起 那叫做 耐啊 對不對 兩個本叫做耐嘛 三個本叫做 衝嘛 呵呵呵 你們這麼衝嗎 非常好笑 很有趣 同學都說衝 不是衝 對啊 這是故意整你們的題目 還可以出更大隻的 我可以出一半張A4 或一整張A4 畫白 然後連到自己都算 然後叫你算 不用啊 我就去抓那種 人家做出來的paper 那種就好了 下面他會寫吧 大家都會寫 好 好 那接下來 接下來 第幾點了 在整理之前 第幾點了 3了是不是 好 4 我們來介紹一下 假玩 5囉 等一下 我看一下 你搞得我好軟啊 3啦 結構表示不是3嗎 第4點啦 對不對 喔 第4點 第4點 第4點講玩 玩類的性質 玩類的性質 對啊 剛剛是3嘛 結構 第4個玩類的性質 叫做所謂的均不容於水 均不容於水 然後再來 沒有所謂的活性 反應性差 對 反應性超級霹靂無敵差的 均不容於水 反應性差 密度還小於1 所以丟到水裡面會浮起來 不容於水 均不容於水 反應性很差 還不錯啊 三種願望一次滿足欸 對不對 兩種科目一次上完 對啊讓你進 哇靠 哇靠 這位同學是在 把神聖的教學殿堂給染黃嗎 我自己想歪了 好 它是屬於有機溶劑 它不容於水 不容於水 那 注明一下 它會 因為它是非極性的 它屬於非極性 它屬於非極性的分子 非極性分子的話 謹 謹 融於非極性溶劑 謹融於非極性溶劑 你自己寫非極性啊 我懶得寫 非極性溶劑包含哪一些人 CCL4 還有 四氯化碳 然後 還有 米類 有機溶劑 這是非極性的 米類 還有 本本 本本 點點點 第五個 融廢點 狀態 碳的個數 一到四顆的時候是氣態 比如說 甲丸 乙丸 甲丸乙丸是什麼東西啊 甲丸 乙丸 這兩個是什麼 這叫做天 燃氣 丙丸丁丸 C3 H8 C4 H10 這叫做什麼 液化石油 氣 LPG Liquid Petroleum Gas 液化石油氣 自己寫 液化石油氣 Liquid Liquid Petroleum Gas 液化石油氣體 碳數 碳數 5到17 是液態 這是國中的嘛 所以我不用多說了 5到17顆是液態 什麼 汽油啦 什麼挖沟油啦 點點點 好不好 高一很喜歡烤汽油 是不是純物質嘛 對不對 混合物 看來碳數18顆以上 固態 這個東西叫做辣 對 辣 所以我聽過有人考這樣子 請問你 C16 H34 請問你 他是固態液態還是氣態 我看過人家這樣考 C16 H34 固態液態還是氣態 液態 因為他在5到17之間 還有更無聊的這樣子考 C C 呃 什麼什麼 C 1999 對 他寫C1999 然後H這樣是多少 2000-1 2000-4000-1-2 399-8 399-8 399-8 他就問 還要再-2喔 再加2 4000 whatever 隨便啦 反正就是C1999顆以上 請問你這是固態液態還是氣態 好 就固態 因為18顆以上 對阿 這數字速度上是很明顯的 阿如果16-17的時候 常常會讓你搞混 那我以前老師是這樣教我的 怎麼記 很簡單 1到4顆 這國中就教過 絕對沒有問題 這是氣態的 所以從第5顆開始是液態 但是17顆 5到17是很難記阿 沒關係 記18 因為18顆是蠟 18顆是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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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什麼 十八辣 好 記起來了 我老師以前教我了 到現在才記得 所以5到17顆是液態 好 這是狀態的部分 好 最後一個重點 叫做融廢點 叫做融廢點 第6點 碗類的融廢點 碗類比廢點的時候 廢點的話叫做看分子量 看分子量 分子量越大的 廢點高 好 所以比廢點的時候 講完最弱 再來椅丸 再來秉丸 再來丙丸 再來丁丸 這個正常沒什麼好講 下面那個打三隻星星 你本來會這樣判斷 是不是跟廢點長得一樣 However 然而 但是 But nevertheless 其中必定有詐 這一隻叫做丙丸 丙丸會衝到第一名 就是最弱的地方 丙丸最弱 C3H8 C3 原先的位置 我就把它畫成這個灰色的 C3H8 原先在這邊 但是它會拉到最前面來 當最弱的那一個人 因為融點看對稱性 融點看對稱性 對稱性越好的 融點越低 所以融點 最弱的叫做C3H8 這邊都是鏈狀碗的比較 這是必考的喔 所以它沒有在這邊喔 丙丸最低 你千萬要記住喔 這是考試百分之三萬的會考的 丙丸最低 那廢點的話就是照著 它的分子量 分子量越大 它就越大 OK 謝謝 謝謝